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赖正宏老师 那接下来要为各位同学介绍的是处法原理 在这个单元里面除了再复习一下多项式的处法之外 那主要是介绍处法原理的一些应用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例题1 他说已知x3次方加ax平方加3 除以x平方减x加2的商势为x-1 于是为bx加c 是求时数ab跟c 那在这边呢 老师就直接利用这个多项式的处法 而且老师利用的是分离系数法 那还记得吗 如果老师利用分离系数法的话 里面呢 这个被除式各位同学观察一下 他缺了x项 所以在这边要补0 那所以会得到里面是1加a再加0再加3 那这个除式呢 利用分离系数法的话 就直接超系数就是1-1加2 于是首先要消掉这个里面被除式的最高次项1 所以我们商势先摆1 就会得到1-1再加2 一样相减就得到a-1就是a加1 0-2就是-2 然后呢再加3 那我们继续除啦 利用这个除法呢 我们还是要消掉这个 剩下的最高次项也就是a加1嘛 所以呢我们商势 就把a加1 因为这样一成的话 就会得到a加1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是-a再-1 最后再加2a再加2 这个直接是利用这个多项式的除法 消掉剩下的多项式的最高次项 所以最后一减的结果得到a-1再加上-2a加1 好 那此时呢 题目跟我们讲 它的商势是x-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商 x的系数是1 没错 所以后面的a加1就要等于这个-1 好 所以a就等于-2 那再对照一下这个余式 余式呢 我们看到下面这个余式 其实余式的x项系数就是a-1嘛 那也就是上面题目讲的b 所以呢 我们知道b就会等于a-1 那a刚才算出来是-2 所以b就等于-3 那余式的常数向c 其实就会等于下面这个-2a再加1 好 那a是-2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c等于5 那我们就把这个abc都算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的提供另外一个想法 一样老师用分离系数的方式 那第一个步骤也是跟刚刚没什么两样 最后剩下a加1-2加3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利用一个资讯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商势是x-1 所以我们在直视的运算上 的商一定会冒出一个1 再怎么样啊-1嘛 这样它的商才会是x-1嘛 所以我就知道这边要先摆-1 那一成的结果得到-1加1再-2 此时上面-下面 会得到的是 a加1-1-1 要等于0嘛 因为呢余式是什么 余式是一次啊 那余式是一次bx加c 这边的a加1再-1 其实就不能剩下了 所以要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a会等于-2 那最后剩下的这个余式呢 就会是-3再加5 对不对 那-3加5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意思就是 最后的余式是bx加c嘛 所以bx加c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b 就要等于-3 那c呢 就要等于5 好 那提供这个方法呢 或许同学就会觉得 哎 它可能比较简单 好 我们是先把这个商是x-1的这个资讯 把它纳进来利用 好 接下来我们看立体演练2 如果多项是f除以x-3平方的商势为x-1 然后余式是5 试求多项是f除以x-3的商势和余式 那首先我们这个利用 除法原理 我们知道被除是f会等于除4 x-3的平方 乘以3 x-1 再加余式是5 好 这是除法原理 同学一定要记得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它展开合并 就可以得到被除4f-3 就是x-3-7s平方 加45x-4 那当然啊 题目要求f除以x-3的商势 试探余式 就简单啊 因为我们被除4f都算出来了 所以这边老师还是利用分离系数法 把f1-7加15-4的系数解在里面 然后呢除4是x-3 所以把1-3 利用分离系数法的方式 去计算 所以得到最后是 剩下的是-4加15 那3还要再多一个-4 所以得到-4加12 相减得到3-4 所以最后这边上面要摆3 才得到3-9 最后相减得到的是5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呈现出此时的商 各位同学 这个商是多少 就是x-4加3 最后的余式就是多少 就是5 那当然同学 如果您不熟悉这个分离系数法 你也可以直接用直4 就是直接把它抄上去来算 也可以 希望同学可以试看看 那今天呢我们利用第二种概念 首先呢解这个问题一样 我们利用除法原理 被除4等于除4 x-3的平方 乘以3 x-1 再加余式5 那你看到今天的除4 是x-3的平方 对不对 那题目要问的问题是除以x-3 3 4变成x-3 所以呢我就把x-3的平方 拆成两个x-3相乘 像这个萤幕上所呈现的 那我要干嘛 你就会发现 我把这个其中一个x-3 跟后面的x-1乘在一起 就会得到什么 x平方-4x-3 后面的加5 照抄 这样子呢同学 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 今天呢 利用除法原理 被除4是f 最后一个式子 除4就变成x-3 那商事就是后面这一串 也就是x平方-4x-3 那余式是多少 是5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余式的次数 有没有小于除4 新的除4 x-3的次数 他是有的 那我们也就利用这个 有一点点的变形 直接就算出商事跟余式了 好 希望同学可以学到这个方法 再来我们看一个进阶演练 他说以致多项是f 等于x-1的四次方-3x-1的平方 加2x-1的-2 好 他说要求f除以下列多项式的余式 那第一个他的除4是x-1 第二个他的除4是x-1的平方 那在这边呢 同学当然啦 如果同学不厌其反 你也可以把上面的这个f呢 全部把它展开 同一项合并 然后再来除以下面这两个小题 但同学会觉得这样子太麻烦 所以呢 一样 来第一题 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变形 我们第一小题是除4是x-1 那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fofx 它的呈现方法其实就是x-1的多项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前面三项都有x-1 那我们就各提出一个x-1 所以就剩下 x-1乘中括号 第一个剩下x-1的三次方 -3x-1 然后再加2 后面-2造超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新的除4x-1就出来了 那后面的中括号里面 这个就会是什么 就会是商市 最后的-2 也就是-2 就会是余市 简单的一个变形 把x-1提出来 就会得到 被除4等于除4x-1 乘上商加余市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小题 除4变成x-1的平方 那一样呢 我们观察到f这一个多项式 那首先呢 我们发现 x-1的平方呢 这个音是在 在前面 在前面可以提出来嘛 所以呢 我们在前面这两项 我们就提出x-1的平方 那当然就乘上中括号 前面这一块 x-1的四次方 就剩下x-1的平方 后面这一块呢 当然就剩下-3 那后面的这个 2乘括号x-1 再-2就造超 好 再来呢 我们先把后面的这一块 把它给做一个合并 就会得到 如下的这一个市值 合并之后是2x加4 于是呢 我们现在就会发现 利用呢 除法原理 x-2 抱歉 x-1的平方 它就会是除4 那商呢 就会是中间这一块 那题目要我们求的余式 其实就会等于2x-4 那当然啊 我们会发现余式的次数是一次 真的小于除4的次数 除4的次数 现在是两次嘛 那我们就利用一点点的变形 就可以得到余式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题学习挑战 它说 如果多项是f of x除以x-3的平方的商势为x-1 于是为4x-1 是求多项是f of x除以2x-6的商势和于是 那这个时候呢 有题目的条件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列出 被除4 等于除4x-3的平方 乘以商 x-1 加于是4x-1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x-3括号的平方拆成两个 就是画面上蓝色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其中的一个x-3跟后面的x-1 乘在一起 就会得到x平方-4x加3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的题目是要求 除4是2x-6 那2x-6其实就是x-3 的两倍嘛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第三个式质 x-3写成2分之1 被括号2x-6 在这边呢 也是做一个适度的变形 那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知道啦 这个 4x-1呢 它与除4 2x-6 都是一次式 所以呢 它并不会是余式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好再除一次咯 也就是我们把4x-1 再除以一个2 x-6 得到3是2 然后得到4-12 最后一减的结果剩11 也就是 我们把题目变成了 一开始的2x-6 那注意 刚刚的第一个式质 2分之1乘到后面 就得到2分之1 x平方-2x加2分之3 而 刚刚的4x-1 在这边 我们就把它写成 它是2倍的2x-6 再加11 那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发现 前面这两块都有2x-6 再把它提出来 所以就会得到2x-6乘上括号 2分之1 x平方-2x 加2分之3 那后面这一个呢 提出2x-6 剩下2 所以加2 最后的加11造超 所以最后整理的结果 就会如下所示 那此时呢 那3 4 就会是2分之1x平方-2x加2分之7 于是就会是11 以上呢 就是老师为各位同学介绍的 一些处法原理上的应用 那希望各位同学多多的练习 谢谢各位